白露公开和王一博恋爱,肖战正式被边缘化。 杨子照片不照相馆露出僵硬的脸,皱纹明显。 白露即将公开和王一博的恋恋,肖战正式被边缘化了。 有消息说白露和王一博要让肖战边缘化了。 白露是目前受到公众关注的90后小花之一。 他参与的电影项目一直是网友们讨论的话题。 近日,有消息称白露和王一博即将合作拍戏。 这一消息很快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 据此,近日,有中国博主发文称,一部名为北上的长篇大剧即将开拍。 目前制作方正将白露和王一博作为男女主角。 此外,剧中男配角将交给新兴男兴谈剑刺。 在这个时候,白露和王一博都是Gbiz最吸粉的流量。 因此,如果两人接受北上,这肯定会是一部爆炸性的电影。 此外,男配谈剑刺也是使这个项目质量更好的因素。 他以拉罪图鉴长相思等系列引起观众的注意。 不过,也有人认为王一博和白露合作的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他的宠物机刚刚加入以艾薇营不久。 此外,今年王一博几乎之专注于电影领域,而不是接电视剧。 因此,这两个流量的合作的可能性不太可能。 陈情令成功后,王一博和肖战都出名了。 合作的圆满,让民情对这两位男星早日在迎评上重剧极为期待。 然而,不难看出,这将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希望渺茫,但公众还是非常期待白露和王一博的官方回应。 杨子裸露肩膀,但照片没有照片,却露出一张僵硬的脸,皱纹明显。 杨子给人留下的甜美温柔形象。 杨子出现在上海的一个知名品牌活动中。 这可以被认为是他童年这段时间的罕见事件,因为女演员忙于新的拍摄时间表。 杨子从一道场就受到大批粉丝的欢迎。 他穿着露肩的连衣裙和高高的大腿,炫耀着一双赤裸裸的腿。 然而,一些出现在活动现场的网游也分享了一些没有通过杨子照片店的照片。 很多人注意到一张僵硬的脸,一开口笑就会露出嘴边的皱纹。 尽管如此,杨子在这次活动中仍然被称赞为美丽、甜美。 一些粉丝还认为杨子瘦了不少,所以她的身材变得更加苗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